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 我是林佩杰 今天是除夕 即将迎来金虎年 要祝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 好 今天除夕也有 但是本土疫情依旧是未平息的 国内今天新增了17例的本土个案 高雄9例 桃园7例 那么台北是有一例 而值得注意的是新增这一例国中生 因为出现了症状裁检之后确诊 但是它的足迹是变及了 新北 台中 以及高雄 包括曾经去过了台中的省济新村 以及高雄知名的三大百货 而目前看来是和高雄港 以及幼儿园的群聚没有关联 它的感染源不明 目前还在疫调当中 环保局人员到台中火车站扩大消毒 栏杆舍服梯每一处仔细清销 因为新增17例本土个案当中 有一名国中生染疫感染源不明 他是在25号下台中 然后在26号到高雄 当然都还在疫调当中 案18905是十多岁的国中生 没有打过疫苗 CT值22.8 病毒量高 住在新北市 1月25号跟母亲到台中住过商旅 还到餐厅用餐 更到过知名的景点省济新村 还三度搭公车 针对这三个班次的三位驾驶 今天中午就做了快筛 不过全部都是阴性 这三辆车全部召回 全面在做清销 不过这名国中生不止到台中 后来还跟着母亲到高雄娘家居住 1月29号发烧 30号就医裁检确诊 目前狂烈接触者 总共有四个人居家隔离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 案18905有一位亲人 10号从大陆入境 24号曾经有接触 但是传染途径仍有待厘清 31号新增17例本土个案 分别是北市房仲相关一例 桃园7例 高雄9例 其中有10例都是居隔阴转阳 警官指挥中心认为 疫情还在控制的范围之内 但是感染源不明的国中生 足迹遍布了北中南 春节一动人潮多 专家不免忧心 接下来类似的案件 恐怕只会多不会少 记者黄义均 王一仲 台北报道